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单独喝多的时候会骚扰你 他就会直接跑到我家蒙古在蒙古喊 所以就是我爱你的表情 我怎么记得啊 你爱我 我怎么不知道 哪个女人家知道 你在跟我吃饭的时候 又把别的女人喊 那我跟她们有什么区别呢 你问他现在经常跟我见面 经常见不到面 这些不能成为你喊别的女人来的理由 你明白吗 每次道歉除了哭和说对不起 下次我不会了之外 还做过别的吧 一个不断在害怕的人 没有勇气保护自己 没有勇气拒绝任何人 过了三十岁 一定要相亲吗 三十都完了 男人四十一种方法对吧 同期待会把他一个会问 你找到对象了吗 他从来不会说 你遇到对象了吗 在一次相亲过程当中 你就确定了这个人 要跟你共度余生 你觉得这样的感情靠谱吗 相亲最重要的是通过了一个 更好的一个场景化 让对方了解自己 谢谢大家 就到这里了 什么意思 各位好 这里是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为爱转身 我是主持人张杉 如果您在生活中 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和困惑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国 免费报名热线 460-828-2299 接下来欢迎今天的 幸福专家团 首先欢迎婚姻情感 咨询师廖立娟 心理专家雷明 媒体观察员陆志瑞 律师婚姻法专家朱文雷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今天的故事 提到不愿结婚的原因 何以气愤不移 他现在每天喝酒 喝醉了就是打人 砸东西 我现在都躲着他 我认为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对此不可费 他天天和一群异性 在外面玩 他在外面的暧昧都没断过 我这个人喜欢交朋友 他既然爱我 就应该包容我的一些宝宝 所正常交往的朋友 我现在不敢跟他提分手 我害怕他报复我 也害怕他走极端 恋爱十年结婚却遥遥无期 是张哲喝酒成性 还是何欲小敌大作 这对情侣 能否在今天的沟通现场 化解矛盾与宠获幸福 好的 听众的两位当事人 已经来到了节目现场 接下来进入到沟通时间 欢迎两位 张先生给我们打电话的 是的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我今年我跟他恋爱有十年了 今年来的目的就 准备跟他结婚 你们二位之前都有过婚姻是吗 何女士 我没有她有 您之前是离异 离异 有孩子吗 有 孩子现在多大 二十多一点 那您二位当年十年前 是怎么认识的呢 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 像是了 像是以后 结束了两年以后 我们俩才确定恋爱关系 不是的 你两年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有婚姻 他没有说 两年以后后来 我有个偶尔机会发现 他还有婚姻存在 所以后来我离开他了一次 然后呢 过了一年多 说离婚离了去找我了 我说我都不太相信他了 他后来把那个东西给我看 但是我还是生气啊 你有婚姻存在 你为什么还来找我 跟我搞这个不道德呀 这个 他后来就是 就是一直就是还对我 就是好嘛 然后不断地那个 我好像心软了 在认识他的时候 就肆于 名城市网的一种婚姻 当我解决就 你有婚姻你不告诉我吗 这个东西是道德的 你的那我不告诉你了吗 你的那你后来我发现了 是你发 我不跟你讲 你发现这么东西啊 也就是说 事实上前面的两年的相处 在和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 其实张先生是有婚姻的 对吗 然后被你发现了 然后很生气 不是发现了 然后就是跟她讲的 好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何女士 就是现在我就是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再跟她在一起了 我要跟她分手 为什么在一起 都已经这么久了 为什么是现在 这个时间节点 你突然想要跟她分手呢 开始吧 她还好 就是不怎么喝酒 就是后来她拼命地喝酒 喝酒就喝酒了 她还抱你 就喝完酒了 扎东西 抱你 所以就是说 我不能接受这个 她每次喝完酒 抱你以后 她发现我身上亲了以后 她还跟我道歉 我心转了 就原谅她几次 但是一条菜 最条菜还是这个样子 她保证过又是一样 然后喝酒的时候 又是一样 非得喝醉 有两次 还是110打电话 然后我把她给弄回来的 就躺在马路边的那种 是这样吗 张先生 您很爱喝酒吗 她家里全醋 和这些情况都存在 但是说在什么情况下 以前我酒吃的都少 然后我一直打了电话 我叫你我们俩见面见面 你很少很少 我打十次电话 你只能跟我接两次面 我吃酒 我以前就吃酒 但是我那时候吃酒 确实是不这么多 一年以后 然后就见见见见 那时候为什么读的 有几种情况 一个就是我外面 就是周深的朋友在一起 大家在一起 我要应酬之类的 这个我也想你解释 第二个 我有朋友来 我都喊你 我都跟你打印照 我都过来 你都不过来 你那些都是什么朋友 周深的朋友 什么朋友 她喊我去是不错 是喊我去了 可是全是女的 没有一个是男的 就她一个 而且那种暧昧 我跟你讲 并不是一般人的关系 搂搂抱抱的那种 你说一般又会有这种吗 人是在跳舞的时候 平常什么搂抱抱 可是你们出去玩 你什么时候看到 在平常 这跳舞 跳舞是要抱在一起的 何女士提出的是 两个质疑 张先生 其实这个 第一你喝酒 对吧 第二是你的朋友圈 对吧 是她这两个 现在她提出了质疑和疑意 这也是你现在 不想跟她结婚 想分手的一个 关键的两个原因 还有暴力 吃完酒以后 对对对 这也都在喝酒 喝酒的这个范畴里面 我来先问一下 张先生 你刚刚讲了 你刚刚讲了一段话 我总结提炼一下 你想说的意思是 其实你以前 喝酒没这么厉害 也许 那是什么原因 你现在喝酒 喝得多了 因为我确实喜欢 我也在乎你 你不在的情况下 我讲三文 我也哭闷 所以我就有时不在意 一不小心酒就吃多了 借酒消愁是吗 你想讲的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都存在 您现在喝酒的频率 是什么样的 几乎她不在的情况下 我一天一遍 天天喝 就要她喝醉的那种 她不在的情况下 你们现在没有在一起生活吗 没有 各自在各自生活 是吗 那就是属于打电话 所以要靠约 才能见得了面 是这意思吗 张静静 约都约不着 约都约不着 所以您现在喝酒 每天都喝 每天都喝 见了面不喝 还见了面不喝 那如果见了面不喝的话 她为什么会知道 你喝酒喝多 还说你会酒喝多了 对她有暴力的行为呢 对她有暴力 这个其实 我真不是一个暴力的人 只不过我是在乎她 你问她 我在吃酒 你听我讲完 我在吃酒的时候 她不在的情况下 我吃酒 有时她在 比如她在我 真从来酒不知道 然后就是 你说我对酒喝暴力 这个其实酒喝 我真不能说 你想表达的意思 张先生就是说 你确实承认 酒喝确实对 何女士 有过一些暴力的行为 但不是出于 你内心的真实想法 对 那可是你的这个解释 未见得何女士能接受 她觉得 有的人看一个人的 真实样貌 可能就是要看她 酒喝多了之后 那可能才是 她最真实的 我不理想出了 我酒吃了 每一次我讲三百人 吃的最久的行为 各方面 可能是不受 大脑的支配而控制 因为这个其实 也不是经常发生的 这个你才拿到 拿到桌上 上面讲有什么讲头 那张先生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喝酒以后 你就会把你自己的钱 都送给别人 跟你喝完酒以后 你会打人 就你觉得 如果你总是喝醉酒 就把钱送给别人 你会不喝酒吗 你用吃不辣 我不是打她 我不是打她 我还是抓她 可能用重了一点 手发重了一点 对 她确实是受伤的情况下 你会不会希望 比如讲的是 每个人 我讲的追一下 你会用一点 你第二天看她 还是有情感 你认为是 我怎么能打你呢 我酒吃的再多 我都不会打人 所以 我哪一次打过你 张先生我想问问你 你刚才想表达的是说 就是你酒后 其实你自己做的什么事 你是没有意识的 没有意识 你第二天都不知道 你喝了酒以后做什么 对 那你怎么知道 你不是打她呢 要打的话 你第二天 只能看到说 她身上有亲了 但是怎么造成的 其实你并不知道 不 这个看一身抓的 打后抓的 那也是你自己的推测 也许 对吧 就是实际上 你在酒后实施了什么行为 你自己其实是断片的 你自己不知道的 对 所以你只能说 我没有有意识的说 借喝了酒来打你 对 对吧 但是你不能说 我喝了酒 一定没有打过你 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什么叫家暴 法律上规定的也很清楚 只要你实施了一些 不法伤害的行为 不管是拖啊 拽啊 拉啊 打啊 你给他造成了外伤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家暴的行为 甚至言语上的 反家暴法的第一条 就是规定的 包括谩骂 恐吓 言语 都构成家暴 其实我真是无意识的 对 你可能不太 不太了解 不太明白 所以我给你做一个解释 第一 你的行为 从法律的定义上来说 不管轻重 不管次数多少 理论上一次就行 是构成家暴的 第二个 家暴这个行为 实际上并不像你刚才所说的 这些事情 你还拿到这来讲 好像不是个什么大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大事情 面对何玉的指责 张哲始终表示 自己酒后没有意识 事实果真如此吗 而何玉后来的一番话 又让在场所有人都无比震惊 张哲会作何解释呢 我问一些细节吧 她喝醉了之后发生了什么 喝完酒以后 她就在那边 打这个电话 打那个电话 然后我就把它按到语音嘛 那个语音全是女的 她说 那个过来叫什么小梅啊 你过来 然后那个一过来 喊的全是女的 我就把她手机就拿过来了 我说你能不能 不要再喊那些人了 你我们两个吃饭 你又喊那么多人干什么 她就把我一回回到一边 就在打 我说你要今天打我就走 她说你要今天走 我就把那腿给打断 她一把把我这个地方抓着 抓着我就走啊 我这样啊 她一把把我腿跌到沙发上去 我们俩好好的 她会突然之间打电话 让那些异性朋友来 就女的来一大帮 之前来过一次 我都跟你讲了 就吃豆了 我这么无疑指定 就是我们两个突然会打电话 不是 也许她是想叫一些异性的朋友 来到家里打麻将呢 不是打麻将 为什么 之前来过 我后来为什么很少去了 她刚才讲 我不回答电影情话 就是这个原因 她打电话给那些女的来以后 那些女的都比我熟 那个盆在哪 碗放哪 什么东西比我熟 我傻子 我能看得出来 你是从哪看出来 人家比您熟的 吃晚饭是吧 吃晚饭了 比如说我还没注意 我在拿东西 系围裙 那些女的直接把碗收过去 抹布我什么时候 比我都熟 你说她们是一次来吗 不是 你先等我 您这意思就是说 她喝醉了酒 打电话 然后还真有人来 有 来的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 有一次是一个人 还有一次是两个人 两个人 然后来到这边 对家里面的所有的 就一个女的 然后比较熟 那一个女的坐在那 就是不用看 伸手就能拿到 自己想拿的过碗瓢盆是吗 是的 是的 我也想你告诉顾弟弟 这个 然后她跟过去 我再插一句 她门在我家 他到厨房以后 我跟过去了 我说客人是吧 我说不要她媳妇 我说那个姐 就是比我大 我说姐你谢谢吧 然后她进去以后 把门一厨一门开 拿个什么东西下来 盘子装了个剩菜 然后她熟得很 我都向她解释过了 不是 我还没问完 就是在这个时候 酒后状态的她 看着你们两个 在厨房忙活 酒后状态的她 说了什么 或者做了什么没有 开始我没在意 后来我在意了 她说你就那一次 有一次她说 小美啊 就是那个女的 那个姐 这大嘴大嘴 不是小美 她说大嘴就大嘴吧 我说姐你说你先 她说 还是我家小美好 你看什么什么 再来讲 我心里想我还在这 她就开始夸 就说你看 还是我们家小美好 对我好 又什么什么的 你看我晚的这些朋友 什么什么就开始了 就这样子 然后还摸着她身上讲 还摸着人家身上讲 你这句下讲的吧 就是说你看 还是我们家小美好 就这样子嘛 说你看 不是 那时候您是酒后状态 酒后呀 您不是说酒后状态 您什么都不记得吗 酒后 就是我问一下 这个您到底是记住 还是没记住 这个记不住 平常 这个记不住 记不住 这个记不住 那您为什么要更正它 更正 我告诉她 这个大嘴 它是每天 到我家 帮我搭扫卫生的 就是您记住了 不是小美 是大嘴 大嘴 那这小美是谁 小美店 我都不知道是哪个 可能是大嘴的朋友 那您到底当时记没记住 您说您酒后状态下 什么都记不住 但是您酒后状态下 能记的是大嘴 不是小美 这个自相互动 就是大嘴 不管我吃酒 不是酒 反正就是 她每天到我家 帮我搭扫卫生 大嘴 她讲的小美 我还真记不住 是哪个小美 她一直提到小美 小美 我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是哪个 还有一次 她喝完酒了以后 喝醉酒了以后 她偶偶讲话 她在那个 跟人家女的视频聊天 吃好好的 她把视频打开 在桌上跟女的在那边 还是个样子 我说你这么大年龄了 对吧 你聊天能不能好好聊 你搞得这个样子 是20岁吗 然后嗨 什么 我今天怎么样 还搞个视频 还照我 我就把脸盖起来了 我讲她几句以后 她上去把手机弄了 弄个东西就砸我 砸着没有 我躲了 有这事吗 我记不得 您记不得 那我曾记不得 她如果讲这些事 我曾记不得 她说记不得 但是 但是这个 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一点 我确实是在乎你的 你在乎你的 当我的面吃饭 然后跟别的女人打电话 视频还聊天 是这样 刚才呢 刚才起码说的是记不得 没有否认 说没有 然后起码说的是 一定是大洲 而不是小美 但是这个老张 所有这些表达 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即老张和何女士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也喝多 您之前的表达是 您跟何女士 在一起的时候 您从来不喝多 是因为何女士不理您了 所以您借酒交仇 没事老喝 但是我刚才听到的 关于到底是大洲 还是小美 我们就不去纠结了 但是这件事 您没有否定它存在 也就是说 您跟何女士 在一块的时候 您这酒也没少喝呀 你朋友在的时候 有时确实是酒会 不是朋友在 朋友是您喝完了之后 打电话叫的 谁来试谁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话 到底哪句话是现实呢 全部现实 这个喝 我是吃什么情况 这两次喝酒是什么情况 我就问这哪个是现实啊 他所讲的 我酒吃的 我是什么情况 打电话就没来 不管情况 您坐在这 最起码我在吃酒的时候 当中他来的 他来了 您今天没喝酒吧 没吃 那您坐在这 您告诉我 您哪句话是现实呢 我全部现实的 但是自相矛盾呢 不 是什么 他来 我比如我打电话 你不来 你不来 我今天我就在 朋友在吃酒 我在吃酒的时候 当中你来了 那为什么在您喝完酒之后 大周或者小美 会跟何女士同时 出现在厨房里 他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吃酒 就是您去的时候 他已经在喝对吗 您也是他喝多了之后 打电话叫来的 也有时候没有 没有吃饭 他在收菜的时候 我都来了 他来了的时候 因为我心里面有他 我喊了 就是您约他 他不来 您借酒消愁老喝多 现在是您约他 他来 还上您家厨房忙活的情况下 是在您喝多以后 又自相矛盾了 我跟你讲 他说跟那些异性完 我根本就说 他借酒消愁都是 给自己找借口 但是我知道 他好像确实很在乎你是吧 你不回答信息 他就很紧张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答信息 我来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 他家里面乱糟糟的嘛 我给他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床的时候 有女人的衣服 你女人衣服为什么在床那一块呢 我说很奇怪 他说他开始的工匠 我家亲戚 这个我给你解释过的 我家亲戚来了 我说行 等后面我又发现了 女人的东西在那 那你家亲戚天天就不丢别的 就丢衣服 那个衣服在那边是吗 你天天来到你这里家的 他单独喝多的时候会骚扰你吗 他会骚扰我 就是他就会直接跑到我家门口 在门口喊 喊 在门口喊 然后敲门 我说我住着 我住一个邻居 我还怎么做人 他就极端 就非常极端 他完全就非常极端 我以后小弟有极端的 这就是我爱你的表情 我什么极端啊 你爱我 我怎么不知道 别的旅人家觉得 你去大河大叫 那生根半叶大河大叫 你不是要不叫吗 邻居要不要喝酒 你一下子有脾气 我有时候是激情者 我又要面子的人 我在我那么多朋友 我都喊你你都不来 你用这最极端的手法 我真的更害怕你 我更不敢见你 何宇说 张哲除了喝多之后 会去楼下找他之外 也曾经在酒后 以自己身体不适为由 骗他见面 并对他施加暴力 他说他不舒服 我就过去了 过去了 他就 我说你哪不舒服呀 他说 没有不舒服 我就想 就像借你 他就用这种手段 其实那时候 已经喝得也是可以的了 喝得很 已经不省人事了 我说你一没生病 你大晚上 这么晚你把我弄来干什么 我因为 真的害怕 想牛才喊你来 真的害怕他喝完酒 走急事 真的担心他安全 我就过去了 他在家里面 弄家里面搞的 什么东西乱糟糟的 我就试东西的时候 他说你那个骂粗话 他说你为什么 现在这个样子对我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就把我拿去 就是跟我吵架的 我不知道 他把我骗去了 基本上两件事情 跟喝酒 但是他喝完酒 他看到他失手 比如说身上轻一块 紫一块了 他会向你表达 他的歉意吗 我第二天早 比如我清醒了 我都想到 我看的时候轻一块 然后我知道说 我都想到 道歉 是吗 是这样吗 他会 他会跟我道歉 他怎么道歉呢 他说对不起 我下次不敢了 然后拿个棍子给我 让我打他 我说他心软 我打不下去 嗯 嗯 他就说让我棍子 他怎么打我 他说我下次再也不会 再喝酒了 嗯 我跟你讲 讲这话讲 开始第一天第二天好 我觉得那些挺好说话的 身上都受伤了 他来一句 对不起 下次不会了 这事都过去了 他一知道 我对他妈好 他一哭 一哭 又那种 就是拿棍子 就很真诚的那种 后来我想一下算了吧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就是 还是哭 下次我再也不会了 所以从这一点 也能看出来 我现在真的害怕你了 我真的 我相信你害怕他 因为有些细节 我真的害怕 你并没说 因为你知道那些细节 如果你说了 现场坐在你对面这个人 他会因为面子挂不住 而暴怒 而恨你 会报复 所以你真的是怕他 对 那么你什么细节 没说出来 因为他爱面子 你说出来之后 他就会恨你 但是我在庆幸的时候 从来没碰过你家子抱 每次道歉 除了哭 和说对不起 下次我不会了之外 还做过别的吧 反正他买东西吧 这个反正我是很诚恳的 想他道歉 离开了 为爱转身这个现场 你继续想拒绝他的时候 你还这么怕他 你拒绝得了吗 我听就是我听说 这里面是电视嘛 然后有专家 有这个律师在这 我在想这个他 我要是他报复我干嘛的 是有证据的 我本来住在那个中央门那边呢 分手了他就去闹 闹了以后 我在那边就没怕做人 我就又换一个地方住 是啊是啊 邻居邻居也没法办呢 我真的是害怕他 这个 一个不断在害怕的人 没有勇气保护自己 没有勇气拒绝任何人 即使在为爱转身的沟通现场 何宇依然表现出了 对张哲的恐惧和害怕 这对情侣之间发生过什么 关于酒后道歉 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细节 不就酒吃豆了吗 你老咬的这个死不放 你是爱酒还是爱他 这有没有想过是爱他的 咱就有他没酒 有酒没他 不这酒来吃的吧 满意来 你在跟我吃饭的时候 又把别的女人喊 那我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你问他 现在经常跟我见面 经常见不到面 这些不能成为 你喊别的女人来的理由 你明白吗 那些女的不是说吗 就穿了个衣服 都不像我们女领领 你不能把你的观点 强加给别人身上 那你也不能把你的观点 强加到他身上 他现在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你告诉我行吗 就是后来他拼命地喝酒 喝酒就喝酒了 他还暴力 我不是打他 我还是追他 可能用重来的 他一把把我这个地方抓着 抓着我就走啊 我睡了啊 他一把把我推 跌到下方上去 这个比赛 拿到桌上 上面加一个加轮 他单独喝多的时候 会骚扰你 他就会直接跑到我家 蒙古在蒙古喊 这就是我爱你的表情 我怎么记得 你爱我 我怎么不知道 比你女人家知道 每次道歉 除了哭和说对不起 下次我不会了之外 还做过别的吧 一个不断在害怕的人 没有勇气保护自己 没有勇气拒绝任何人 他酒醒之后 用什么样的方式 跟您道歉 您再说一遍 他就跪着 跪着 然后跟我道歉 哭 跪着 不过道歉 反正我是很诚恨的道歉 我和鬼族想着求婚你 然后这个何女士 您说出来了 对吗 他怕他知道以后 说你在那么多人 你也说我跪着 然后又 这样子来 就算你讲出来了 我不爱你 我能做出这些动作 不就九次度了吗 你老咬到这个死不放 张先生 在这个台上 你把事情说成黑的 还是说成白的 给我们专家来听 都不重要 你不是要跟我们专家结婚 你要做的 你要说的 你表的态 你讲的是不是实话 对于你来说 只有一个评判标准 叫做对面的这个女人 她接不接受 认不认可 相不相信 因为她才是那个 你想要跟她结婚的人 所以第一 张先生 你要注意你自己 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第二 你有没有说谎 你说服我们专家 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就算我们相信你 可是这个女人不相信你 你说的所有的话 都没有作用 我们这儿真替您着急 您就说吧 您是爱酒还是爱她 那肯定 这有没有想过是爱她的 那咱就有她没酒 有酒没她 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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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不 坚决点 再坚决点 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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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了 何女士 以后她身边 但凡出现带酒精的 直接拧开盖道了 这事成吗 不吃酒了 请了不 满意了 其实我在帮你 你如果拿不出一个实实在在 切实有效的态度 这个女的肯定走 而且何女士 结婚你的确是要想清楚 你需要的基础 这个是你的需要 比如说 我需要一个男人 给到我安全感 如果你需要 你要学会提出来 来反过来 跟何女士聊聊吧 张先生呢 是不是一手好牌 被他自己打砸了 他现在的这种无奈 或者他现在这种难受 是一种后悔 和想挽回 而找不得其法的状态的表现 所以何女士 你现在内心的真实想法 到底是什么 他这个酒和这个暴力 还有就是外面的 那个生活圈子 他要不给的话 我是不会考虑 跟他在领证结婚 好 老哥 听到没 有缓转吗 就我都跟你讲了 结了 肯定结好了 不吃了 那圈子呢 圈子有点结了 我还玩什么圈子呢 他能是你身边 仅有的唯一的女人吗 我不管你 对这个对 他是我身边 到现在为止 那些大臣他们正来 就是我相信你说的 你对他没有什么隐瞒 因为他自己都讲的 你找一些异性朋友吃饭 你都会喊他去 是他自己不去 对吧 你的视频聊天 你自己也说的 视频聊天 他不是背着你 偷偷摸摸了 他当你的面子 他对你没有隐瞒 但是我想问的就是 比如说当你和他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为什么还要喊别人来 这个目的是什么 有时一个就是 家里面要收拾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家里面是要收拾 我不能收拾吗 他来 他都说了 他会帮你收拾 我家里面本身有人收拾 我亲家就不累到你来 就像刚才讲的 我们两个人如果谈恋爱 我心里又只有你 那我当然希望 我们两个人独处 但是在我们两个人 独处的时候 你就去把别的人又喊来 那我就认为 我跟别人没什么区别 因为你的习惯是 照他讲的 经常一找一大帮 异性朋友一起吃饭 那我就觉得 我跟别人没什么两样 表面上看起来 你对他很坦荡 没有什么隐瞒 对吧 但是回过头来 又变成另外一个想法了 你在跟别的女人 吃饭的时候 可以把我喊去 那么你在跟我吃饭的时候 又把别的女人喊 那我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我单独他比如来的话 他真不喊别别 那我们刚才讲的 大洲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你在跟他单独吃饭的时候 又把别人喊来了吗 你问他 现在他经常跟我姐妹 经常见不到面 这些不能成为你 喊别的女人来的理由 你明白吗 经常见不到面 就更应该珍惜啊 那些女的不是说吗 都穿了个衣服 都不像我们李玲玲 人家说50岁或者60岁 穿什么衣服 她那小姑娘的衣服 都穿的都不搭 我看的都贵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存的发生 然后穿衣服 他还说我 他还说我 对啊 对不对 找了喝酒的理由 找了他多疑的理由 找了我特别爱你 我坦荡的理由 无非就是想说服对方 告诉他 我这是合理的举动 同样的理由 他可以用在你身上吗 不行吧 来 何女士 讲讲你的要求吧 你可以有 继续在一起下去 你讲你的要求 对 你也有权利说 我没有要求 我要分手 都是你的权利 就是真实表达你的感受 对 但这里何女士 我觉得还想 补充一下 我觉得可能 会把它变成一种 只要你改变 只要我变得足够好了 你是否就会嫁给我 我们经常会有 这样的一个思路 但我希望你把这件事 分为两个点 一个点是 我和女士在这个年龄 想结婚吗 我想找一个 什么样的人结婚 这个你要坦诚地 面对的是自己 然后第二个点是 我要 我想结婚 我想找一个人 然后我就问对面那个人 现在不符合 我给不给他机会 做一些改变 这两点你要分开来 然后你先回答自己的这个问题 因为你不回答自己的问题 你就会逼着他 然后不停地让对方改变 那对方也很疯啊 如果你总是不想结婚 那改变有什么意义呢 结婚我是想结婚的 你想考虑他吗 之前是一直考虑他的 好 回到陆老师的问题 你觉得他 对他有什么样的期待和要求 就是 跟他在一起 其实我要求没有高 就是 希望他就是在交际方面 人品方面 还有这个吃酒不要乱世 就是互相有尊重 就是说 你爱我 但让我体会到 你不能嘴上说我爱我 那边又搞了一大棒 感觉跟别人没有 语众不同的那种感觉 具体一点 这样子按照这些三牛的满足力 我要用那种语言攻击 用抱你或者喝酒 我今天不喝 我能不能少一点 然后今天喝一点 喝一点喝着喝着就喝多了 就跟你商量 张先生同样也是 我觉得呢 你也可以有选择说好 或者不行的权利 我觉得 搭伴过日子 你也经历过一段 不成功的婚姻 接下来的这一次 也可能就是 你最后的机会了 你也不要在这拍着胸脯打包票 什么都大包大篮地硬承下来 因为 如果你做不到 后果也会很严重 所以你要想清楚 好吗 来 何女士你说说吧 具体的要求 我的要求就是 她能改掉这个 改掉哪个 改掉吃酒 还有跟外面的交际 好 第一个 我们想一下喝酒的问题 喝酒是低酒不能沾 还是可以喝一点 何女士啊 我发现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 也不能叫问题吧 可能是您一个带人出事的习惯 您不拿主意 对 你想要什么你自己不知道 而是在别人给你的选择里挑 是的 我现在就问一个 她要不要戒酒 我说的戒酒是 低酒不沾 要 可以 跟她说 就是低酒不沾 亲戚来可以喝一点 那也不要喝了 那不要 你时间长不喝 人家都知道 也不会让你喝 你不要喝了 我害怕 你别喝了 如果有亲戚让她喝 她许喝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好 您拿了第一个清晰的主意 她得戒酒 这个老张啊 这刚才是你答应她的 你刚才坐在这 反复跟她说 接到了 是不是 你终于拿了第一个主意 第二个主意 那些 有没有女性 有没有女性 在你同意之前 能来你们家 我希望我同意她才能来 不同意不能来 我希望我自己能当个主人一样 女主人 既然是家 男主人女主人 对吧 可否 这个可以 完全可以 如果她说了 拿凭什么不让人家来 人家就可以来 你会怎么做 那她来我走 让她做 可以吗 可以 老张可以吗 可以 然后你还有别的主意要拿吗 等一下她把你想说的 想出来 平常也没有机会 怎么交流 跟你交流 男人现在 是这样啊 你要拿主意 不管别人跟你说什么 不管她坐在你对面跟你说什么 你要拿你的主意 对 现在把她刚才跟你说的那些话忘掉 第三个 你有什么主意 第三个就是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不要给人家打电话 发信息 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 可以吗 老张 男主人 还有一个就是勇敢 什么叫勇敢 你不敢说她用什么姿势跟你道歉 你说她伤了面子会如何如何 你刚才说出来没有 我刚才说了 好 我希望 我希望我们刚才这番沟通能对您做选择有帮助 不是今天在现场的选择 日子长了 我跟你重要的指出一点啊 老张爱面子吗 爱面子吧 老张是南京人吗 是南京人吧 为爱转身 这个节目播出 我相信老张的街坊邻居都能看见 他跑这儿求您来了 他 他起码比面子更爱您 张建 你也要明白 对于一个四十六岁的女人 她要选择跟你在一起 甚至选择步入婚姻 她也需要很多勇气 她也很没有安全感 何女士 咱们别老看现在她 十年了 最开始她什么样 最开始 她得有一追求过程吧 那时候她什么样 她开始的时候挺老实的 然后像上班的时候也会接我 每次上班接我下班的时候 然后问我想吃什么 还有 天天吗还是 几乎很多很多次 每天晚上能点菜 下班第一件事点菜 门口就有人候着 就是她是吧 就是她 她坚持了多久 一年多 一年多 小四百天呐 老张 十倍 可以啊 说什么点什么吃什么是吗 对 她问你你想吃什么 她说我都会给你搞 这个时候 我觉得挺贴心的那种 所以那段时间还觉得 有人关心 挺幸福的 挺开心的 但那时候她也没喝酒 也没有说喝酒干嘛 没有这个事 那时候的她不喝酒对吧 不喝酒 喝得少 喝得少 不是不喝酒 喝得少 但我们至少我没看见她喝过酒 所以 现在 心里 关于爱和感情的回忆 咱能多点没有 所以 张先生 如果你认定这个女人 值得你珍惜 那么也希望你做出一点 能给她安全感的事情 这个女人还愿意留在这 还愿意忍 是因为还看重这份感情 否则的话 有法律的武器等着你 这个世界 没有谁怕谁 只有谁让着谁 而你 我希望你是成为那个让着她的人 而不是让她害怕的人 接下来进入到两位的告白时间 越简单越快活 接下来进入白小春告白时间 我希望反正最起码 我很珍惜这段情感 我很珍惜的 我这个人 你小的不喜欢 不是那么太会讲话的人 只来出去 所以我们都拿出自己的真诚来 比较好好的 接下来到了两位的选择时间 越简单越快活 接下来进入白小春选择时间 一对相恋十年的情侣 因为男方的很多个人习惯 而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今天 男当事人求助到我们 为爱转身经过专家的调解 何女士是否愿意给张先生 一个机会 接下来两位请听好 如果愿意继续在一起 一起努力 去成立一个家庭 倒计十五秒之后 请按钮转身 如果想分手 倒计十五秒之后 请离开这个舞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就在转身选择的时刻 何玉突然哭泣不止 她到底会做何选择呢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四 三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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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重复一下 在我倒计时的时候 和女士开始哭泣 开始流泪 当我倒计时完了之后 在你已经按钮转身的时候 她非常非常非常的犹豫 我要告诉你的是 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很少 请你珍惜这个女人对你的幸福 好吗 谢谢 好 来 两位请到台中央来 长达十年的恋爱关系 如果出现了对面的那个人的问题 一定跟你有关系 也就是说你有责任 这个责任叫什么呢 亲密关系当中要有温柔 也要有狠近 什么叫狠近 接受不了的行为 就一定坚决地坚持地告诉对方 要敢于狠近去经营关系 好吧 今天我反复强调 您转不转过来 都是您的权利 刚才您转过来 这是您自己拿的主意吧 学会自己拿主意 学会自己有自己的主心骨 学会勇敢起来 不要被别人干扰 不要被别人打断 一个有自己主意和选择的人 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张先生这可能是你抓住 幸福的尾巴的最后的机会 何女士 这也是你对你们这十年的 感情的纠葛的 给的最后的机会 所以我希望你们双方都能一起努力 都能信守自己的承诺 都能是因为爱 而结合在一起的 而不是为了其他 我们常说夫妻之间最好是情投意合 其实就是说夫妻两个人 最好在生活习惯 兴趣爱好等方面能够趋于一致 如果说性格差别太大 不是说不可能生活得很幸福美满 但是双方付出的努力就要更多 甚至一方 双方要做出重大的让步 甚至是牺牲 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差别 其实挺大的 一个外向 一个内向 一个喜欢交集应酬 一个喜欢独处安静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 要想生活得很稳定 很美满 很幸福 双方可能都要做很多的 让步和磨合 尤其是南方 我希望你今天 答应他的承诺都能够做得到 希望你们能够最终走到一起 好 再次祝福你们 谢谢二位 来 休息一下 谢谢 我希望你就是在三个月内 改掉这些毛病 全部改也不可能 但是你最起码让我看到 我已经不喝酒了 不断交朋友了 一定会好好对 是你放心的 当你再也感受不到爱的快乐 可能是因为你们的爱 已不再单纯 愿每个人都能找回 那颗单纯的心 越简单 越快活 爱是如此 生活 亦是如此 如果您在婚姻情感中 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和困惑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 全国免费报名热线 460-828-2299 接下来一起进入 白小春嫩活发声时间 到了30岁 一定要相亲吗 对于很多的 大龄未婚青年来说 面对着家长的催促 相亲都是绕不过的话题 你的情况呢 你的阿姨大概 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我觉得挺满意的 我们家呢 也有房 有车 我们贺民的条件呢 你也看到了 还算挺帅的 有人认为到了30岁 必须要去相亲 也有人说 相亲意味着将就 是屈从于世俗 首先婚房 我觉得得三环一礼 而且不用太大 200平米就可以了 这婚戒呢 我觉得起码 也得两个拉几条 在我们《为爱转生》的 往期节目当中 也步伐很多父母和子女 因为相亲问题 产生矛盾 她不想谈男朋友 亲家帮忙 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吧 想让我跟他试着谈一谈 我不想跟他聊 据说这次女儿拒绝 要去相亲这个事 你们发生了激烈的处断 你可以谈朋友 我没有说让你立马结会 你不能说啊 你回绝了我 我不想结会 在今天的讨论中 六位青春观察员 对这个话题 又有着怎样的观点呢 好 今天这个话题 真的是很多年轻人 都在讨论的 过了三十岁 一定要相亲吗 这个问题太扎心了 我来问一下 台上超过三十岁的 王祖信 你觉得吗 谢谢大家 就到这里了 只有他一个人了 什么意思 这个话题 是为我一个人设计的吗 没事 因为我们两个陪跟你 真对我一个人 我们三个都是过来 但你们是已婚的 也不存在相亲的问题 我们已经上车了 他还在车站等 你懂吗 我现在在车站 等一艘船呢 对啊 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 六位年轻人 关于这个话题 会有怎样 不一样的观点 接下来进入 嫩活发声时间 是这样的啊 三十岁这个年纪 我一直以为离我很远 就一直到二十八二十九 就现在的令情愚的 那个时候 我都始终觉得 自己好像还是个孩子 根本不是古人说的 三十而立 因为我们现在呀 也根本立不住 然后特别害怕 别人问年龄 如果一旦有人问你 你的回答通常都是 你猜呢 三十岁了 好像我还是可以 很自在地活着 但是今天我反而要说 当你过了三十岁 一定要去相亲 在我身边有一位 三十岁家的主持人 同事 我是在他刚出三十岁的时候 认识他的 至今的他也没有结婚 他现在已经快四十了 你感觉 讲得像要退休的一样 感觉 所有爱看 我们综艺频道节目人 都猜到是哪位主持人了 我今天特意采访了他 我说针对这个话题怎么看 他说 在他二十八九岁 包括刚到三十的时候 他的心态都觉得 我还是个年轻人 况且我这么年轻 貌美 条件这么好 追求我的人 一定在等着我 但是他到了三十五岁的时候 发现 不是说所有相亲 他都去的问题了 已经开始主动联系别人 最近你身边 有没有一些单身的男士 那条件和这个要求 可能也在逐渐逐渐地变化 但是你们女生真的愿意 在爱情当中 放低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不愿意 怎么可以因为自己的年纪 而放松自己的要求呢 但是如果在你正当年的时候 你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怎么办 你就应该去相亲 相亲是现代年轻人认识 对象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手段 就像我们逢年过节回家的时候 像我是单身 七大姑八大姨都会问 你找到对象了吗 对不对 他从来不会说 你遇到对象了吗 是不是 就说明这个对象 必须要我们打开门去找 很多年轻人 在小时候 会在QQ签名里写 我希望有一天 我的白马王子 会踩着七彩祥云 掉到我的身边 对象怎么可能掉到你的身边 你不推开门 他怎么可能遇得到呢 我那位同事 就年近四十的那位女同事 她说 当一个男生只展现了 他百分之六十的实力的时候 已经被百分之八十的女生 全部铺完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主动出击 你等着别人来遇到你 你真的可能被剩下 所以过了三十岁 同志们 醒醒吧 赶紧去相亲吧 我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呀 不一定完全只有相亲的一种模式 而且我对此还特意查查 相亲是什么意思 相亲的意思就是 相互亲近 相互喜爱 朋友们 我们试想一下 两个完全陌生的人 然后也没有接触过的人 在一次相亲过程当中 你就确定了这个人 要跟你共度余生 你觉得这样的感情靠谱吗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 可以走捷径的事情了 但唯独有一样不能 那就是感情 如果你想在爱情里 偷鸡取巧 不劳而获的话 那我想说最终哭泣的 肯定是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 找到一个伴侣很容易 但是找到幸福却很难 我以一个相亲节目主持人的身份 告诉大家 三十都满了 你们不了解 我们节目里经常 其实就像祖静刚刚说的那一点 就是比如说我二十七八 或二十五六我都觉得还是孩子什么的 但当你发现来相亲的那些男生女生 二十二三觉得自己耽误不起的时候 你觉得是不是他们更加地包容 相亲这件事情 就是相亲它不是那种 我们传统意义说的 家长给你安排一个人 你甭管他长得丑帅 甭管他什么条件 你必须坐那儿 两个人尴尬地聊天 不是的 相亲其实就是沟通 就是你怎么跟家长沟通 你的诉求 你怎么见到了陌生人 跟他聊聊天了解一下彼此的性格 其实来相亲节目也好 去吃顿饭也好 包括你跟朋友的朋友一起见面 聚会也好 其实都是相亲的不同方面的选择 我是建议偏向于要去相亲 因为当你看到 别人给你介绍什么对象的时候 你就可以理智地判断出 你在别人心目当中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段子 说怎么这么差的人也敢来介绍给我 但事实上是什么 你的亲戚啊 阿姨啊 什么婶婶啊 嫂子啊 觉得你就是这样 就觉得你们就是很般配 你知道吗 所以相亲的这个过程 是一个让你彻底清醒认知自己 到底是一个什么条件和形象的 一个方式和方法 其实呢我觉得相亲是一定要相亲的 尤其是三十岁以后的一个女性 为什么呢 相亲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圈子和平台 那么比方说 他自己的工作单位 他没有看到他中意的这样男性 那我们总不能让他随便去找吧 不能去酒吧找吧 万一是渣男呢 不能去餐厅找吧 人家餐厅在吃饭 那去哪里找呢 那只有通过相亲这样一个渠道 正规 而且呢对对方是知根知底 正规 对对对方是知根知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理智地去判断 对方到底适合不适合我 所以我觉得相亲最重要的 并不是说通过一种形式 让他们在一起 而是通过了一个 更好的一个场景化 让对方了解自己 说得好 现在我好像感觉台上 觉得要相亲的多一点 只有燕丸觉得不要相亲 只有我满费姐 婉容应该是很小年纪 你为什么都要相亲啊 一定要 真的一定要 真的燕丸姐姐 刚刚说条条大路通罗嘛 绝对不是 那就以我自己为例吧 我大一的时候也是这么觉得 挑挑大路通罗嘛 武汉大学的男女比例是 应该差不多是对半分 就还挺平均 我不相信我在大学找不到男朋友 当然我就会回到 现在很多人会有一种 本能的排斥相亲 我觉得原因可能不是 因为他们真的想清楚了 我不接受婚姻 或者说是我不接受相亲 这种模式 大家很有可能排斥相亲 是因为把自己带入到了 一个被强迫相亲的情境中 然后可能还没有想清楚 我到底讨厌这个相亲的哪一部分 就已经下好了决定 那我是觉得 可以从这个情境里先抽离出来 把一定要相亲 作为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设置在自己的心里面 那我觉得重在参与 事事总没有错的 你去相亲 你也许未必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可是你至少能确认一下 我到底想不想有一段 伪利的关系 或者说是 我到底是讨厌相亲的哪一部分 我遇不到喜欢的人 但至少我可以确定 我不喜欢哪一种人 万荣 我们后天录影缺一个女嘉宾 那我来了 那我来了 你看又把我们那个40 快40岁的女主持人的退路 又少了一表 所以什么叫 为什么说30岁要不要去相亲 是的 你可以自我欣赏 觉得我哪怕到40岁50岁 我也依旧有人喜欢 可是这个世界 一男一女是要配好的 等你40岁的时候 那些好的人 可能早就已经成家立业了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 日常的生活当中 或者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也常常会碰到一些 很排斥去相亲的 这样的一些人 有一个故事好像是说 有一个妈妈 觉得自己的女儿 已经到了失婚年龄 然后就反复地 去给她安排相亲 但是这个女孩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非常排斥 这个母女之间争吵的事情 都不是要不要去相亲了 她们的亲子关系 都已经产生了 很大很大的问题 任何事情都变得不沟通了 就从相亲开始 以至于到后来 她们父母俩都不说话的 一个状态 大家可能真的不是反感相亲 是反感一定 就是我觉得 大家现在很有可能是 想到相亲 可能就是父母一般情境 就像刚刚说的一样 父母可能会说 如果你不是相亲的话 是不是你自己本身 就可能是有缺陷 你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 或者说是你不相亲的话 你就很有可能 错过什么完美的爱情 你的人生就不完整了 或者就给你做 这样一个否定 我们今天对于 年轻人的婚恋的要求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 特别是一些大城市 在大城市 本身买房压力很大 我特别是男性 要有一定的 这种资本的积累 才能够说 给女方一个安稳的 幸福的婚姻生活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不必操之过急 因为站在我男生的 立场上来说 我觉得男人四十一朵花 对吧 你的意思就是 你基本上的 你的这个时间限度 在四十岁左右 对 如果还找不到 你就愿意去相亲 对 在我看来 为什么说三十岁 应该去相亲 其实你想想 谁最在乎你 去不去相亲 不就是家人吗 对吧 其实你抛开相亲 本身这件事情 我觉得重点是 你不应该因为寻找 爱这件事情 而伤害爱你的人 比如说你四十岁 找不到对象 我真的着不着急 我也没关系 对不对 那只有家里人 亲戚朋友 说白了 其实可能真的 只有爸妈特别着急 但这个时候 就注意一个方式方法 那我去一下 又能怎么样 那如果不去 前提是你们要沟通好 你比如说我和我爸妈 首先我告诉他们 我有寻找爱的能力 请你们放心 对吧 就像小陆哥刚讲的 就是你不是找不到 你非得挑 你自己还担得住 那你就大可不必着急 但是你要在这个过程里 和家里面充分地沟通 说你相信我 那我喜欢什么样的 我大概有什么样规划 这时候家长还会跟你说 但我妈就很巧 妈给我介绍女孩是什么 有一个女孩 是我同事的女孩 你看我把她介绍 给王阿姨的儿子 合不合适 你先把把关 这个女孩是多高 在哪工作 什么什么 长得什么样 照片给我发十几张 她想让我评价一下 她很明显 就说如果你看上了 我赶紧介绍给你 有没有那个王阿姨的儿子 我都保持怀疑 你知道吧 但是我就会说 我说这个 哎呀 我也反正不是我喜欢的款 要不你问问他们俩 什么的 就是大家建立在 好的沟通前提下 不要因为相亲 伤害你家人 这样的观点 在很久之前 一首歌里就告诉我们了 对吧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对吧 你只有相亲才能相爱 才能成为一家人 刚刚这个 这个没有掌声吗 相亲相爱的这个 相亲相爱的这个 好的好的 女生们觉得最晚的底线到什么年纪 然后你们可以不用人逼着你 你们也愿意去相亲孟娇 其实我觉得任何年龄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讲 我应该算是半个相亲成功的吧 应该这里面所有的选手里面 我是唯一一个结婚的 然后我当时就是跟我男朋友认识的时候 是他也是通过别人看我的照片 然后选择了我 然后他当时就是一直在约我吃饭 但是不是通过我 是通过我朋友 然后因为你们也知道 我对工作的敬业嘛 那段时间半年都没有跟他吃过一次饭 这么忙吗 每天晚上要录到12点 他就不停地让那个女生约我吃饭 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没时间 不好意思没时间 而且也是那个女生 女生邀请我吃饭这样 结果有一次刚好是因为那天不录节目了 他刚好发的那个海鲜火锅是我的最爱 然后我就去了 发现这个其实是半年前他们做的一个计划 我就是计划中的一员 然后这也算是一个半个相亲吧 然后见了之后 现在就成为了我的老公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亲真的是不分年龄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搭线 或者是这样一个场景 可能我永远无法跟这个人相识相遇 所以相信我 是的 可是刚刚清瑜讲的一点 其实我觉得也特别关键 就是很多的相亲 一定都是迫于父母的压力 因为对于父母来说 三十岁 不管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竞争 可能把我们整个结婚的年龄往后推了 可是对于父母来说 三十岁真的是一个坎 为什么 因为他会觉得三十岁啊 你后面啊 结了婚 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孩子以后长大了 谁带啊 带不带得了 以后孩子上学工作啊 可能其实是父母会想的事情会更长远 对吧 比如说我刚刚就像秉昊说的 我四十岁才结婚 那我给你算算 等你儿子或者女儿上大学的时候 你都已经退休了 对不对 或者等你四十岁的时候 你的父母已经多大了 他们还有没有能力和精力 帮你来分担你带孩子这样的压力 其实父母想的东西 比我们现阶段要想的东西要更多 所以我觉得怎么解决父母的这个焦虑 其实是更重要 就是让爹妈放心 就像林清瑜讲的 我首先我得向父母证明 我是有这个找到伴侣的能力的 第二个也要让父母明白 该什么时候结婚 我是有权利自己决定的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一定要跟父母交代清楚 也不要他们过度的焦虑 但是呢也不能把这些爱你的人 过度排除在外 否则的话他们也会心寒 说得好 其实我们也是蛮想通过 今天这个话题 过了三十岁 一定要相亲吗 给电视机前的那些 可能被催婚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以及那些可能召集自己孩子 过了三十岁怎么还不去相亲的父母 给这两波同时在焦虑的人看一看 就是希望你们都能够体谅到彼此的难处 好 最后请小陆哥选出一位年轻人 获得今天的嫩火发声勋章 好 今天我选出的这位年轻的朋友 就是相亲成功的孟姜 恭喜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希望在场的每位宝宝都能够像我一样 相亲成功 谢谢 同样也谢谢今天我们在场的年轻的朋友们 跟我们分享的观点 谢谢大家 好 也谢谢电视机间所有观众们的陪伴 希望大家都能够像君乐宝白小春一样 越简单越快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